马上我们要来进入 事业运最抢抢棍的五大生肖 那这五个生肖呢 不止事业运好 财运也是好 那同时贵人也很多 好 首先呢 我们要来恭喜 生肖属老虎的朋友 那么老虎在未来一个月呢 就有遇到这个 很多的好的吉星 比方说就有金贵星 那这就是代表财源滚滚 也代表你有新的 开辟新的财运的一个方向 那同时呢 也有这些像降星 就是代表你的领导能力 最近就是破表的 像属老虎的朋友 当然你天生就很有领导能力 但是你要怎样 可以去把你的领导能力 透由实际的执行 去把它展现出来 那最近呢 就非常适合跳出来 主导大局 主导大局 那这个气场呢 会震慑全场 就是你的那气场很强 让很多人呢 愿意为你呢 加油为你拼命 就是他们愿意跟你在一起 一起工作的感觉 真的很好 那我相信属老虎的朋友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呢 也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其实是很孤独的 感觉相识满天下知心无疾的 那种寂寞感涌上心头 这是因为你的能力很强 而且你都跑在别人的前面 那其实别人是很难跟上你的脚步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你很孤独 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的了解你 与其这么说 干脆说根本没有很多人可以跟上你的速度 所以呢 适时的放下一下脚步 适时的也回头来看看那些跟不上你的人 这也是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再更上一层楼 其实团队的合作就是互相的配合 那因为在这个月 未来的这个月呢 你有这个三合的助力 那我们常常在讲三合啊六合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个生肖的朋友都应该好好的去理解 什么是三合 什么是六合 那比方说属老虎 跟老虎三合的生肖有哪些 就比方说属狗的 跟属马的 跟你是属于三合的生肖 那么这个三合呢 就会表现在你的事业上 你的投资理财 还有你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月 你可以在这三方面呢 好好的来追求 好好的来努力 可以呢 三合的助力 可以请朋友帮你过滤厂商 可以帮你介绍最有力的厂商 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非常快速的进入 这个真正事情的核心 真正的切线要点的去执行你的任务 然后非常清晰的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 这样子把它列出来 你会发现对你的工作会省去不少的麻烦 尤其是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属于行销工作 或者是跟公共关系有关系的 那恭喜你在未来的一个月 你会屡屡的创下佳基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是从事出版业啊 或者是行销相关的产业 还有艺文的产业等等 你会发现呢 你可以在更多的机会找跨联域 或者艺业结盟 你会觉得你这个月的事业呢 已经超乎你的想象 它就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极致 而且甚至你要拓展点 或者拓展人脉 拓展你海外的市场 都是指日可待的 那你最近如果刚好在销售一些东西的话呢 你也很会创造话题跟满气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的表现备受矚目 又或者你只是一个上班族 你根本不是一个领导者 不要紧的 你的实力呢 一定可以让别人看到 就在未来的这个月呢 不要放弃 不要停止 一定要继续的往前迈进 好 那以上呢 是生肖属老虎的朋友 我们要来恭喜 事业运强强棍的 五大生肖的第二个 生肖属兔的朋友 鼠兔呢 在今年度呢 也算是运气相当不错的一个生肖 那在农历五月份呢 因为有木生火的关系 那属兔的朋友五行属木 所以呢 一分耕耘 三分收获 所以属兔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呢 就不要 这个 吝啬付出 如果你勇往直前 事业上会有 突破性的发展 什么叫突破性的发展 就是 你过去没有赚这么多钱 或者过去没有 创新高 或者原来 谈不下的客户 他一直在比较啊 你好烦哦 他一直在 到处啊 货比三家不吃亏 但是最后他会回头来找你服务 那你一定要用心服务 让客人更加的满意 而不要跟客人记仇 客人呢 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千万不要跟客人记仇过不去 因为呢 三不转路转 有时候你现在没有签成订单 对不对 但是你保持很好的服务 保持很好的互动 有一天呢 他就赚回来 来跟你成交了 所以有时候呢 大笔订单要服务 小笔订单也不要忽略 小订单呢 往往就是大订单的基础 好 所以有时候做人不要太现实 就是 太小笔的就不想做 都要做大笔的 天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呢 如果属兔的朋友 你刚好是做百货业的 服饰业的 话说属兔的朋友的美感 特别的好 很多的艺术家都是属兔的 我认识的很多的艺术家 而且这种艺术家 他的穿着打扮 真的常常让人眼前一亮 所以属兔的朋友就很适合做一些文创的事业 或者是服饰的 或者是美妆产业 这种五行属火的 像网红 或者是观光业 媒体 这个都是很适合属兔的朋友来发展 那可以展现你的亲和力 打动客户的心 然后让你的事业更成功 让你的专业变成更加的top 就是变成非常有权威的 在你这一个行业的翘楚 那翘楚 那当然呢 你就会累积更多的人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恭喜生肖属马的朋友 属马的朋友呢 有人说属马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个月呢 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考验 但是你知道吗 危机就是转机 有时候呢 你的就是很平顺很平顺 反而你就觉得 它就是一个平顺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些崩毁路转的时候呢 甚至有一些绝处逢生 我觉得那是人生一个 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像属马的朋友呢 当然就是比较急性子 那这个马的地支 本来就是五 就是五月份 所以呢 你最近呢 就会特别主动积极的思考 那最近呢 只要你能够冷静思考 就能闯出一片天 所以属马的朋友 在这个月呢 就可以让自己呢 这个心态呢 稍微沉稳一下 就是有很多事情 不用急着去做回应 也不用急着担心 也不用太急着去烦恼 事缓则远 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啊 就像天之降大任于私人 也一定会让你有一段的考验 那所以呢 不要害怕考验 这个月呢 危机就是转机 绝处就是逢生 所以如果属马的朋友 在这个月觉得 确实我有遇到一些 比较意想不到的一些考验 或者是明明觉得 这一关可以好好过的 可是我眼前 真的有遇到一点挫折 那这个我反而要恭喜你 遇难可以成祥 所以呢 你的五行是俗火 那这个如果说你做的行业呢 是跟水有关系的 反而你可以赚大钱 比方说如果你是做运输的 最近那个又开始活络了 运输业又开始这个发达了 或者你做观光的行业 或者你做美容的 或者你是做这个 做水的 那最近呢 一定会赚大钱 或者跟水有关系的 所以呢 属马的朋友呢 最近也很适合念 财宝天王的心咒 而且属马的朋友 也很适合看到 这一个风景 这一个瀑布 也是让你呢 见遇水即发 好那接下来呢 对但是呢 水跟火也有对冲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呢 有时候人红是非多 当属马的 你的业绩很好 或者是你最近非常受到老板的这个重用跟信任的时候呢 其实也正是你这个比较受人这个嫉妒跟批评的时候 虽然钱赚的很多 财源滚滚来 但是在人际关系呢 只要略施小慧 懂得多请别人吃一点下午茶 吃一点甜甜的 那其实很多的关系呢 都可以化解 那就看你愿不愿用这一份心 有时候道理你是知道的 但是呢 有时候你就觉得我干嘛 我就照我自己的 凭我自己的能力获得的一切 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这样子 好像这个怎么讲呢 示好 那但其实呢 这个对你往后的人生的路当然都是更顺的 用一下你的智慧 还有用一下你的冷静 相信属马的朋友呢 关关难过关关过 还是可以创造绝美的夹击 好 那接着我们要来恭喜生肖属狗的朋友 那生肖属狗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 又遇到三合贵人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讲这个属狗的三合贵人有哪些啊 有马跟老虎 所以狗老虎跟马 这三位呢 是互为贵人 那这个未来的这一个月呢 对属狗的朋友来讲 事业运财运跟爱情运 都是一把照的 好 那当然积极又主动 又非常忠诚的个性 很容易吹动三合的力量 一般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最喜欢看到很阳光 很积极 很主动 你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你会主动跟他问好 这样子的人呢 就是很受欢迎的 特别是如果你还带着笑容 笑容就是元宝 所以没有人看到元宝不爱了 那这样子的一种活力 就很容易吹动 就是三合的力量 让贵人呢 一定会来帮你忙 而且他不帮你忙 他居然对不起自己 那加上呢 这个月又有财星入供 那财星要来呢 是谁都打不住的 所以各种赚钱的机会呢 就大大的提升 假设呢 你现在还在观望 我到底要投资什么 我到底要做什么事业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月呢 就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有正面的导向 可以让你呢 在跟以往不同的情况 会感觉就是 所有的眼前的一切 都是耳目一新的 都觉得 哇 我为什么运气这么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然呢 也是你过去做人成功 也是过去你的努力 你不知道 你的很多的小细节 都非常的到位 就是你对人的 一旦这个人 你不想理他 那就另当别论 如果这个人 你要去关心他 你对人是非常贴心的 好 那如果说呢 你这一个月 你的贵人运也很旺 就是你觉得 你的人缘也提升了 那你的财运呢 肯定又能够被带动 好 那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跟房地产有关系的 或者你是属于农业啊 木业啊 林业 或者你是做代书的 或者你是做仲介的 或者你是开店面生意的 或者你是靠抽租在赚钱的 包租公 包租婆 那你就会发现呢 哇 这个月真的太顺利了 那个很久没有租出去的房子 一下子就租出去了 还有呢 这个月也很容易奖金赚满满 就是以前呢 你都不敢想说 你会拿到第一名 可是在未来的这一个月 你就经常有机会拿到第一名 学生也一样哦 如果你还在求学的话 也很可能拿到第一名 好 那我们来看呢 未来一个月呢 运势好的不得了的 最后一个生肖 是生肖属猪的朋友 那我们属猪的朋友呢 未来一个月呢 当然就有非常大的一颗心 就帝王心 紫威心 所以呢 贵人运超旺 受到主管老板的信赖 那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 这个主管啊 或者是领导 或者你就是一个老板的话 那你的事业版图呢 就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 然后大展宏图 而且呢 属猪的朋友在未来一个月呢 不用太去迁就其他人 但是表面上 我们还是要保持谦虚 所谓不要迁就 就是说你完全可以照你的步调 照你的方法来做 你可以非常自在的来发展 那如果你的工作跟IC产业有关系 或者软体设计 或者是五行属金的 比方说开银楼的珠宝设计啦等等 那在这个月呢 都能够自由的发挥 大放异彩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属猪的朋友 那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讲的五个生肖呢 这个未来一个月呢 运势很强 那如果呢 你领到奖金 然后呢 或者得到一些嘉奖的时候 不要吝啬请一点下午茶给你的同事 不但会让你荷包越来越满 而且你的人气也会旺旺旺 好 OK 好 这是以上的五个生肖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